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些奇人奇事的新聞 昨天說了這個流馬車的犯案事件之後 其實香港的Youtube 界或KOL 界 都有很多犯法的KOL 其實我本身也打算集合一集 跟大家一起重溫一下 到底香港有什麼犯法型KOL 如果大家有什麼提供的 都可以提供 總之是由Youtube開始 好像有什麼Youtube 飯那一塊 而且有Juicy 最重要是有花生吃 可能因為有些我不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可以留言 今天說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 其實之前也就是去年還是今年都忘記了 有個小狗叫鬼王 大家記不記得 鬼王溝女頻道 先講一下鬼王 首先看一兩條影片 談吐那些 我說話好像唐氏綜合症 當然我不知為何那些傻子 覺得他溝女是怎樣的 是不是樣子呢 我覺得典型是上日文堂的 字閉的 不能出聲的 即是戴眼鏡 牛鬥鬥 因為其實 其實 做人做得久 基本上你見到這傢伙說話奇奇怪怪 你都知道這傢伙不多對路 是不是弱智 這個就不說 OK 他自己 因為經常貼同些女的合照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和樓馬車拍合照差不多 完全沒有 拍完就沒有關係 很多人就以為 或者可能他給錢 叫那些女的拍照 即是PTGirlfriend之類 OK 吸引到很多傻子 以為這個鬼王溝女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見過他那些片直播 是有一次是有條女在旁邊 永遠都是自己有go up OK 但我們說回正經的事 這個鬼王總之是類似 一個教授人溝女的一個頻道 這樣 他的Youtube頻道 就有一個付費會員 即是我 我的頻道是25元 即是如果你有興趣去加 但他那個基本上是150元美金 即是差不多一千多元港幣 這次有個市主 即是一個虎主 他這次就因為加入了鬼王的一個課程 可以這樣說 他之前也加入了鬼王的Youtube頻道 是一千多元 即是150元美金 但他看了一個月之後 就發現內容非常重複 加上沒有用 就取消了 但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他可能遇到一些感情問題的分手等等 於是不知為何又想起鬼王這個傻悉 他就參加了鬼王一個所謂的Patreon的課程 這個課程聽到價錢都覺得很笨 是9800元左右 差不多 9800元美金 即是差不多 差不多7萬8萬 接近10萬 這樣課程都有人騙到 其實我有時候 我經常都說 為何我無法發達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不夠按鈕 其實 你怎會猜到這些按鈕課程都騙到人 正常人的思維 就覺得 怎會有人相信你這麼按鈕 但作為一個騙子 你不可以這樣想 你一定要覺得 總會有傻悉會中 但我真的做不到這件事 我真的說服不到自己 因為我真的猜不到傻悉真的會中 即是電話騙案 即是 我訂了一張沙發 今天送到 即是那些按鈕課程都有人中 你怎會猜到 所以我們這些人 真的做不到騙徒 就是這樣 即是淘寶那些 不要說 即是那些夠狠 即是Sunny哥哥那一類 即是他真的夠狠 即是他竟然是用淘寶 是當賣幾夠水 那些 先說回這件事 這個虎主的姓鄭 即是裝了這個鬼王的課程 首先就給了一個課程費 大約10萬左右 即是1萬元美金 但是他課金之後 首先第一天 鬼王就約了這個姓鄭 出來聊天見面 然後帶他去商場 那些名店 名標 那些看東西 他不是買 是介紹 可能去Chanel 說這件衣服 怎樣怎樣 或者去努力使用 這隻標 怎樣怎樣 如是者 回去之後 這個姓鄭的 當晚就收到 這個鬼王的Whatsapp 就說 要再加多10萬元 添置這個衣服 其中包括 鬼王指定的歐米加手錶 對 歐米加手錶 如果不是 就不能夠再參加這個課程 這個姓鄭的 就拒絕了 可能沒有錢 或者覺得愚蠢 當初 當初 他就說明 只要給了9800元 一筆過 就可以上課 但是 想不到 這個鬼王 又說 要添置費 那些 買衣服 如是者 就拒絕了 但是想不到 及後 鬼王公佈說 這個說一說 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這個鬼王 跟姓鄭的 拍了一條影片 叫他介紹自己 及家庭狀況 及個人履歷等等 當時 姓鄭的 就說很害怕 自己的樣子不想出樣子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傻 對嗎 他也知道自己是傻 給朋友看到還有面子 他自己也知道 為何要付錢 拍了一條影片 當時 鬼王就說 不會公開 就算會打格子 如是者 我們說回剛剛那裡 這個姓鄭的 拒絕了付錢 這個鬼王就說 要逐他出師門 即是不讓他再上課 大家記得 他交了9800美元的一個費用 你一句話 不給就不給 那會不會退錢 當然不會 退錢是不可能退的 OK BirdOS 那今天不得了 帶他10萬元 鬼王 снова的negade 如果有人不想 нять條片更多 就直接給10萬元 那理由那個 那什麼 teaching 你沒說 就是為什麼要人 可以給10萬元 這賠償或者如何 Nordiccast 這一款的話 其實不會了解 這 expect 非onosher 到底一個費用是怎麼改 我想問 hil歪 可以解釋到底 最後這個事主真的有過數給他 他有過多10萬 所以有時候傻在錢就很熱壓 我不是鼓勵大家做騙子 因為你正常人的邏輯思維是做不到騙子 因為你都覺得不好意思 騙了10萬再騙10萬 你自己做了騙子你都過意不去 怎麼好意思 但不是 騙徒就真的這樣想 傻乞又真的會課金 我講話是這麼直的 如果你聽得不舒服 你可以走 如是在聖鄭的課完之後 越想越不平衡 最後去報警 好像上年還是今年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傻乞的新聞我真的不太記得 結果拘捕了這個鬼王 在5月數日前就開始提堂 提堂的時候 鬼王接受記者訪問就好像很帥氣 其實這些典型是中二病上腦的 他就說 我不請律師了 我要自變 好像王子華之前那一套什麼東西 我沒有看那套 不是王子華那套 這套是另一套 正義回廊 他就說要自變 不請律師了 其實說真的 如果大家從小看過電視劇 或電影都知道 自變以為很帥氣 但實際上 自變基本上一定是糟糕 一個沒有法律知識的人 以為自己彈舌如王 即是說話是舉一反三 但法庭說的話就不是說這些 他有一套規則 有一套玩法 不是說你想到什麼說什麼就行的 基本上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說 一個業餘人去玩自變是死了 結果果然 在數日前提堂的時候 這個鬼王 人家裁判官問他 那些東西 連登術語之類 做了功課 然後官員問 什麼叫做了功課 然後官員問 如果你不請律師 你會想著怎樣去自變 然後他就說 決一死戰 當然官員就斥責他 要尊重法庭 就不要說這些廢話 要認真一點 但是鬼王就說自己很認真 結果正式提堂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些類似廢話 因為其實新聞沒有說得很詳細 即是他講了什麼 但是他自己的作功詞就是什麼 他那個不是一個課程 他只是一個人是因為仰慕他 想一倒他的風彩 以及想和他互動 所以才課監 但其實他自己 這些有成語叫做掩耳盜鈴 即是他自己聽不到就以為其他人聽不到 即是他自己按鈕就以為其他人都按鈕 因為你自己的Patreon Patreon 這個名字很難 我就讀Patreon OK Patreon 那個 他有很多list 即是有很多講到不明白 是說不知怎樣提供特訓 或者是等等 大哥 你有得查的嘛 在網上 你就真的當人弱智 即是他以為自己咬文雀子 或者是捉字塞 就可以在法律上走這個法律 其實他會不會太天真呢 即是說真的 如果這麼容易自辯 那些人不用讀十九幾十年 即是你大學 大學想讀法律是欠崩頭的 即是做律師 你真的這麼容易嗎大哥 即是如果你隨便上網看兩句 或者玩幾次這個 即是成布堂龍一 那你自己做了律師嗎大哥 即是逆轉裁判 即是逆轉裁判 即是誰這麼容易啊 那結果呢 一笑死人的 即是官員就說 完全是否決了他的證詞 即是說 他提供的東西就不關事 基本上大致上就是廢話 其實都不用判 都不用審 我覺得都判難了 那繼續說 這個鬼王就說 這個鬼王就說 他不是課程 他就說 而且他就說 否認自己是一個商戶 他只不過是KOL 但我想說 有一個Patreon 都說得明是收錢的 即是官員可以多告我這條罪 說你不交稅 即是說 你現在收十萬元 你不用交稅 因為你不是商戶 即是你逃稅 我有一個官 我會多用他一條逃稅罪 然後他又說 現在很多女人賣相 他就反問 他就說 那這些賣相的人是否商戶 其實是要的 說真的 他自己沒有法律常識 其實是要的 即是賣相的 其實都是要交稅的 賣相的 不是說 你賣相就不是商戶 這個當然有點灰色 但是 然後他又 然後官員馬上露斥 他說 那個官員沒有說髒話 但我覺得官這樣想 說你 你說回案 不拉了狗像魚 即是說 類似你經常看電影 那些 Objection 即是這個 他說的事情跟案情無關 即是官員叫他 說回這件事 簡單來說 這個鬼王自變的事情 全部被官員否決了 其實基本上 人家控方都真的 掩著嘴裡笑 即是人家控方律師 看到你 說你沒有律師 笑了 然後說完這些事情 說真的 你控方隨便找到新人去打都贏 根本都不用立證 他自己都爆了自己的罪證 基本上你隨便上網都查到 證據 即是 你拿這哥哥這條片 都已經找到這麼多證 即是那些圖片隨便上網都找到 那要不要審 其實就馬上判 這些謀交 而且我覺得這傢伙的精神 都是有點弱智 因為有傳他 當年在新知誠的機店 真的被人打過 我懷疑是被人打到弱智 這傢伙 我想問一下 那些學生 你看到你那個鬼王的風采 你看到你的鬼王導師 像個小狗一樣 你還跟他上課 你夠不夠膽說 你夠不夠膽說 你夠不夠跟親朋戚友 跟你媽媽說 我給了10萬元跟傻嬉上課 說啊 走出來認的 傻仔 就是這樣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來看看 期待 他被人判了幾年 這個 還有一開始所說 如果大家記得 有什麼KOL的犯罪案例 可以說 這裡有些我幫你說 因為我記得 偷雞飯不用說 近期 還有這個 Andro 我真的覺得自己地獄 但沒辦法 我喜歡 我夠賤 我真的喜歡 地獄VB那些對 就是那些 Andro 就是這個 教友非禮事件 就是有些什麼 真的要犯法 當然你說 小boy 因為他沒有被人拘捕 總之 我現在在收集 一些犯法型的KOL 歡迎大家提供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見 有機會就 拜拜